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们 你们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场其实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给我吧 我就是你的贵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人Ruby 那周四的大盘虽然有美股续跌的影响 以及不想要报股过年的卖压释放 但还是有守住前一波拉回的低点18043 那这一波我们也要来观察说 有哪些强势族群在这一次拉回 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那一旦大盘直稳就会成为反攻的指标 所以现在就赶快欢迎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音声的贵人 摩托头顾 蔡英斯坦 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背表投资本大好 老师那您之前就有说过说 大家进入这个股市都是有来承担风险的 那大家如果想要改善生活 想要赚大钱 但是如果投资朋友们之前操作的方法 都没有让他赚到钱的话 那是不是表示说 他的这个操作方式 其实是应该要调整的对不对 对 比方说 就是回到我刚刚讲这个重点 大部分的人都心中有想法 手下有做法 对吧 我先认为股票会拉回 所以我不买股票 这是我的预判 但是我认为股票会拉回 不是看盘面上的结果 而是电视上的新闻 举例 像我刚刚讲这个美国升息这件事情 你想想看这件事情 我讲给你听 你现在收音机随便转 大家都知道美国股市 任何一个财经节目组成的告诉你说 三月升息的几率已经超过90% 那好 我这样子跟你讲 但是还不跌 你还不怕吗 哪一天又跌了 美国上上下下下下 一直来回撤 对不对 那又跌的时候 我又告诉你说 升息的这个几率不但是90% 而且今年可能会升4次 不止一次 那你还是不怕吗 对 我还是要节目的节目 要不然我节目没有收视率 那财经媒体呢 还有这些所谓的市场上股评专家 或者是说花了一些混饭吃的这些写手 他又再加一招 可能会直接升息两码 那你还是不怕吗 对不对 对 我就想尽办法 一直讲这种东西 一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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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因为盘面上没有股票在涨的时候 我没有绩效 所以我要把这个东西推给美国 是 让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有道理的 然后呢 一切都不是我的错 对吧 我的股票不会涨 都不是我的错嘛 对 他不会去检讨说 我手上为什么没有瑞顶 为什么人家赚了上益 我没有 他不会检讨说 我为什么这样 例子 我当时为什么不买 他都不会检讨 他也不会检讨说 我为什么有惠特 我没有什么台票 他都不会检讨 他就是光是骂 讲一直讲美国 这个就奇怪了 明明市场上有人赚那么多钱 那你赚不到 你就说是因为美国的原因 那原因到底在哪里 在你自己身上 对在自己身上 是因为媒体抓不到那些股票 对不对 但是呢 他为了要解释很多人 可能追了台积电以后 没有赚到钱 或者说连电不涨 没有怎么办 对不对 然后他就讲这个美国 好像讲的好像 就好像很有sense 很有水准这样子 头头是道 就是头头是道 写论文好像铿锵有力 对不对 如果那个教授都会出来跟你说 你这个写的好 给你一个新的题目让你去研究 我们一起来做个什么题目 然后质地有生 对不对 在学术界开花朵 然后呢 拿到什么机率 什么机会 我们上电视节目来拿个车马费 对不对 一堂拿个什么 什么五千块六千块 然后呢 我如果离开这个单位以后 我们来集资 对不对 上市场上我就在找资金了嘛 我跟你讲我很有名 我出过五本书 来我帮你代操 市场上很多人是这样混饭吃的啊 他怎么混饭吃的啊 先让自己有名气 再来就代操 代操就是出来骗的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你出三亿 我赚的我们猜多少 你真的有本事 你赚你自己家的钱 你跟外面在代操干嘛 无聊死的 对不对 一堆那种法轮圈混不下去的 退休基金经理人 在外面找钱代操 你操个三亿啦 你帮人家赚个三成好了 人家分你20%啦 好不好 你还不如你拿自己的自己的一千万去赚三倍 你还比较多 是 有本事就做自己 不然他在挑干嘛 对不对 没本事 在那边市场上那边学钱 所以 你看像我蔡正华 你说我讲真的 如果是以我来讲 我找钱代操 你看你有多少 我想 那到时候不是我在找你知道吗 是钱把我压死 你们要多少 但是我不会这么做 因为 其实投资本嘛 你自己想想看 就是说 真正能够赚到钱的东西 他不是拿来可以跟 所有的人做一个 廉价运用空手夺白刃 你看像我刚刚讲这些东西 就是说 投资人为什么会走入一个迷宫 因为我刚刚讲那个 我已经认同 假设我有一个投资人 他看这些东西 看这一圈 我已经认同美国要升级这件事情 好 我第一次 第二次 然后股票 因为它不跌嘛 你看礼拜四不是有涨上来了吗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心中已经认定了 一定会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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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不是就不买股药 我不买股药 我就不可能会有栗子 对 我也不会有像这个所罗门 我也不会有那个 中环 对不对 就不会有嘛 也不会见准 也不会有台法科 好 万一啦 到时间到了三月 你心中 你就是认定了 第一个三月会升息 第二个你认为会升两码 第三个你认为会升四次 万一到了三月 只升半码 你怎么办 对 那你什么都 绩效都没有了 我告诉你 如果到时候只升半码 美国先涨一千点 是 台湾再涨八百点 强势股先涨一倍 是 是 股长的股票再涨三成 对 喷翻你 我跟你讲 对不对 你这件事情 你是要反过来想 是 因为你现在满心的 就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 媒体是跟你说会升息 现在已经百分之九十 本来跟你说六十 再讲八十 再讲九十 结果呢 讲完以后还不够 跟你说要升四次 四次还不够 跟你说一次会升两码 对不对 就是 就一直 一直用那种很可怕的 就吓你 在吓你 对 我举比方说 我讲一听 有一个跟你讲说 你印堂发黑 对不对 是 第二个跟你讲说 你小心有肺老 第三个跟你讲说 你这个只能败血症 第四个跟你说 你这个可能是不明病 你应该要赶紧去查 最后告诉你说 你可能只能活两个月 那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真的相信了 对不对 你就开始把后事交代一下 房子卖掉 然后什么东西分一分 对不对 那结果呢 真的到了那一天 过了两个月想说 奇怪为什么 好好的在这边 干脆我去医院检查一下 换了一个医生 没有你这个感冒而已 两天就好了 那我问你 你已经散尽家产 请问你怎么办 东西又收不回来 那我问你 你现在怎么办 所以 我现在要跟各位讲 投资朋友的问题 出来哪边 很多人他是 下决策 是因为他自己心中所想 他不看股价的 但股价代表的是什么呢 市场 不知道的东西 对不对 如果这个市场 真的这么危险 为什么不跌一千点 为什么不跌两千点 我今天有讲一句话 我讲白一点 三月会不会升息 你觉得现在地球上 有没有人知道 有啦 有人比你早知道 是 我跟你讲 股市是这样子的 台湾我不敢讲 对不对 你说靠近 侯儿街靠近白宫的地方 这个地球上 有没有人知道 三月FED升不升息 我认为啦 这个不要我讲 我以为不是有讲啦 你心中自己有答案嘛 对吧 是 那如果这个世界上 我是用假设的喔 如果这个世界上 已经有人知道 三月升不升息的话 他手中是不是已经下动作了 是 所以 如果有一天到了 接近三月的时候 股票不跌 甚至于就是说 宣布了那一刻 我们升息两码 升息一码 讲完就喷了啦 因为你都事先反应了嘛 是 大家都已经把股票卖掉了 所以我现在还是来告诉各位说 当股票转强的时候 一定是在发生一件 你不知道的事情 你不用去质疑他啦 你比方说你看像那个中环 他挂那个 他不是被分盘好几天吗 对 他出来以后 他发现说 哎呦 投信怎么会去买中环 你还不相信 结果人家就是那场 所以索罗门就轰上去了 对 因为台电的供应店里面 半导体设备里面 大部分很多都是 两三百块啦 我讲真的 你像这种半导体供应店 像价格那么低的索罗门 那种很少 再加上又有元宇宙的概念 是 对不对 那然后电子上有点很奇怪 你知道 有很多分析师 他只要一说到元宇宙 就说人家碰轰 那很奇怪 这真的很奇怪 你知道 只要一说元宇宙 就是人家假的 人家没有获利 还有偏见的 好像他自己什么都知道一样 对 你问他手上 是什么股价 他又拿不出来 在我的认知是这样子 股价本身就是代表 市场的未来 股价会提前反应 还没有赚钱的企业 你拉上来 就是大家认为 你这个东西会赚钱 对不对 至于你发NFT会不会成功 那又不是你决定的 很多人喜欢等言等语 说台湾发NFT都假的 不会成功 对不对 然后这个怎么样 你看人家 人家美国发什么NFT 对不对 人家那个是怎样 这种就是 反正每个世代都是这样子 我现在告诉各位 你看这个礼拜四的盘面 我觉得还蛮强的 大家认为会崩盘的 什么一粒店 对不对 什么宏达店 威胜也没有真的跌 那我认为买股票 不见得要买 撑在高档上的 你可以买刚转强 但是呢 我要跟你讲 就是说 这个逻辑跟所谓的 思考的这个顺序 还是对的 就是说 轮硬中还是没有错 电动车也还是没有错 那LED因为搭了电动车的光 今年大复活 对不对 那至于就是说 你真的要赚到大钱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要 特别跟主流的市场不一样 比方说 你像这个IC设计 最重要的两支代表 现在一定就是瑞顶 跟励志 跟励志的 对不对 那你说IC设计 有没有全面转强 没有嘛 但是最强在两身上 但你如果励志 如果是攻上四位数的话 你让他再轰一段 你说其他的会不会转强 一定也有机会 是 那再来就是说 有一个件事就是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的 你看到救股王在转弱 你以为全部IC设计会转弱 你就想法就错了 人家救股王 移出来资金 几十亿是跑到新的 这个小金机身上 对 我不把那个手上的 旧的这些股王卖一卖 把钱挪出来 我要怎么买立志 对啊 我怎么买新的 所以你看到那个 信息会不会在杀的时候 很多说IC设计完蛋了 高本一笔完蛋了 我说你脑袋根本就是 你也不想想看 人家是高档获利出 他不是赔钱出 获利出的资金 怎么可能会离开市场 当然是买下一档新的 你如果 你如果买卖房屋 你赚了一千万 你怎么可能会说 你这辈子不错 你一定会再去找下一千 人性就是这样的 所以当CDK丸崩下来的那一刻 我就跟你预告 下一档CDK丸要诞生了 就是 你只要看到有股票在大跌 那就是你的机会了 因为里面赚到钱的资金 正在酝酿下一档 永远要抱持正面乐观的气息 然后刚才Ruby问的这个问题 答案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说 不要心中自己有答案 那你要用股价去验证你心中的看法 假设说你看坏 你认为这个东西是假的 它一直涨 你就跟着赚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来跟各位分享 我们最后会来跟各位说 我们要怎么样找2022的十大经济 好的 那么就请大家务必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我们参应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那么这一次的线上实证课程 热烈的预约中哦 欢迎来电洽询 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进广告咯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毫无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 23年来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听众朋友 2022年新十大经济的玄谷法 都在参应斯坦这一次的实战课程当中 那么励志我们从不到300块 却开始养了 现在准备要来挑战四位数 你的成功就从我们第一堂的实战课开始 你也可以做得到 那么请先加入 参应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么2022年的股市创业班 我们也同步开跑咯 可以一边布局一边来学习实战课程 那么把握这一次的绝佳机会 轻松方案直到本周末 欢迎立刻私讯或来电预约哦 欢迎回到股市参应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很多人都想知道 老师是怎么在这个新贵当中 就把瑞鼎还有励志给养起来 那么这个新贵的经济选股法 在老师这一次的实战课程当中 都有专门的来解析 大家可以把握机会来参与哦 那么老师这个选股策略 能不能够先稍微的跟我们透露一下呢 如果是一般投资人比较适用的哦 因为你不太可能像我们这样 直接跑到公司去问嘛 是 我们的话我们会直接跑到公司去问 然后你们怎么样 发言会出来跟我们讲 大部分的新贵的公司 一般来讲对我们这种探访 都比较友善 因为新贵没那么大牌嘛 你如果说像这种电视上 你如果说是一些比较大的公司 你出来去找饭 他不太理你啊 基本上他大概等法人集合个什么三五十个 对不对 给你开个什么小型的线上 或者是说像现在疫情嘛 他也不太喜欢不让你去 他就很拽啦 就那种比较有名的那些公司很拽 那新贵里面大家一般来讲 他颇为友善 他希望他自己的量比较大一点嘛 那大概简单来说的话 一般投资人 你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去 但是 你当然可以掌握几个小诀窍啦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 所以你不知道公司的背景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你是集团大公司转投资的 基本都OK啊 是 比方说你的大股东是台积电 那你不用查了啊 还查干嘛呢 对不对 这个公司没问题的嘛 就好比说 这个 比方说你去借个什么东西 对不对 因为小朋友来借脚车 对不对 跑到那个康乐市去 跑到那个中心 你妈是谁 你爸 你是蔡仲华他们家的 他人借你 对吧 你爸妈是谁 是 那这个股票也是一样啦 那你说这次瑞典的话当然就是有达的嘛 是 然后你看这次立志华硕 华硕 华硕 对 红基的啦 华硕的啦 红海的啦 然后什么台积电的啦 联发科的啦 联电达 你看代物东西他们 你是不是不用想的啦 这种股票以后就是准备要拉的啦 是 这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你要看它产业 你这产业是热不热红不红 是 是不是热门的题材 你看我举例来讲 那去年的话 艾系是最红嘛 是 我们当今的古王是CDKY的啦 对 那你不找电源管的艾系 你要找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从不到300块就开始一样 连这种这么白痴的答案 我觉得 连学都不用学 你还 这个 这个我都不好意思拿来教课 你知道吗 送分题这个 但没办法还是要教 就因为一个产业在台湾都已经长到股王了 对不对 是 那你新贵有一个跟你做东西做差不多 EPS又高 然后爸妈又是正当的这个华硕集团 是 那华硕集团一年出多少NB 有多少单子给你 想都知道你明年业绩怎么样 这根本就是 我又不知道要怎么说啦 所以 每次有人问我一致的问题 就是300问到400 48问到500 我讲到我都不想讲 我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跟你 不能跟你保证说他一定要找到哪里 这个法规上不能这样讲 我只能够 语重心长心疲气的跟你讲说 台湾有多 这个华硕有多少单子可以给他 他做的东西跟CityKY差不多 而且他还有MOSV的概念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市场上给这个产业多少的本益比 比方说 像我们讲电管的一期 市场上普遍给你大概50到70倍 对不对 那至于说有的人喜欢碎嘴说 这个高本益比什么 讲那种废话 那种就不用理他了 因为 就好比说我举个例子 我讲一个例子 比方说你走到信义计划区 你看到什么贯德远见 信义之星 对不对 然后你就站在路口大骂说 这个一瓶 什么开价150万 这个一瓶什么200万 贵死人的 你一定你完蛋了 你一定跌死了 对不对 你就站在路口骂嘛 你就站在信义路跟松仁路交叉口 你就骂 骂一个下午 你看那个房价会被骂下来 骂下来我随便 你不跟疯子一样吗 这个就跟电视上很多分析师 整天在讲人家高本一笔一样 这个行为你不觉得有什么两样吗 你骂人家 有被你骂下来吗 无聊嘛 对不对 对 你也可以去信义区要去骂 你就到东区去骂嘛 他现在那个什么 明耀对面那个叫什么 东区后面 现在到后面不是要有一个新案子吗 人家 二字头开始起跳嘛 喊到不知道多少天假 你骂啊 你就站在那边路口骂啊 你去看人家会不会被你骂下来 这个就跟 这个就跟电视上很多整天在那边讲什么高一本一笔多一些 你不觉得他们是疯子吗 我觉得人家傻你知道吗 你知道人家高本一笔会飙 我举个例子 你说60倍算高 80倍更高 100倍超高 你从60倍涨到80倍 你就可以赚6000万了 那你不会先赚6000万再骂 对啊 先赚起来再说 对不对 如果市场上要给 这个产业这么高的本一笔 我就在新贵里面找一个还没涨的 而你上贵了以后 而你上市了以后 人家一样给你这个本一笔 我们到时候是倍数收钱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讲到几个重点 就是说某一个产业 市场上会给你一个 大家习惯的本一笔 那这东西没有标准的答案 也没有对错 比方说 英国的市场 金融股的本一笔很高 石油股的本一笔很高 你放在台湾就不吃香 但你把科技股拿到别的国家 说不定也不吃香 那这就是台湾文的话 没什么要讲的 对不对 你要说他对错 我会懒跟你变 那你就看 上市上贵哪一个最红最热 你在新贵里面找就好了 好吧 那我们看到礼拜四 我很多股票上来了 台积建交宇宙概念 宇宙其实这个低档也走上来了 是 那新贵当中 其实LED最近很热 新贵当中的LED的股票 也开始做动作了 而且这张股票比负财更强 那其实都是在2022的十大经济里面 我认为到了最后五天 礼拜五 然后下个礼拜一二三 因为在这个地方 逐步有一些所谓的卖压减小的动作 那注意一下 我认为通常要在这里报股过平的大资金主力 反而会进场 主要是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中小型股票跌下来的 在贩卖交易结束以后 它又开始有点转向的效果 那我认为最后三天有一些中小型股票会反攻 趁这个机会来加入我们 那我们一起来布局 边做边学是这样子 如果说你现在跟我们一起来做进场买股票的话 那么事实上我们的课程会直接开放给你看 这个叫边做边学 那好好把握这次的机会 好的 那么这一次老师的线上实战课程的报名真的相当踊跃 那当大家都在积极练习实战操作的时候 你一定要跟上 那么这一次让大家轻松参与的方式 直到本周末 那就务必把握机会 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摩尔投顾 蔡英斯坦 蔡振华老师 谢谢老师 各位操作愉快赚他钱 进广告咯 进广告咯 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 2362 1968 听众朋友 2022年新十大经济的悬谷法 都在蔡英斯坦这一次的实战课程当中 那么励志呢 我们从不到300块就开始养了 现在呢 准备要来挑战四位数咯 你的成功呢 就从我们第一堂的实战课开始 你也可以做得到 那么请先加入 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帐号 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 goldmoney168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么2022年的股市创业班呢 我们也同步开跑咯 可以一边布局 一边来学习实战课程 那么把握这一次的绝佳机会 轻松方案 直到本周末 欢迎立刻私讯或来电预约哦